好 那最后还有一张 最后要叮咛的就是哪些星座 要注意了 你看看 未来三个月 会破财 我们题目叫会破财 但其实就是买奢侈品的破财 所以以下的这六个 我会让六个上榜 蛮多的 好 我们来看第三名 第三名呢 子余 虽然你看起来很理性 但是双鱼座下半年要小心 对 对 因为双鱼座下半年有破财的运势 这个破财有可能比如说 车被轰走 不会 不至于 太冷了 把我第一次 来 因为双鱼座有一颗冲动的星 落到了花钱的位置 所以会有冲动花钱 那什么叫冲动花钱呢 就是冲动的前一刻你都还很理性 可是忽然间那个冲动来了 就会花钱 感觉到了我就要出发 对 对 因为你很容易看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第二个 第三名就是 天平座了 心仪要小心了 最近要小心了 对 天平座最近会有一些自我提升的想法 的确在工作上你们可能会开始接一些有份量的工作 然后你就要自装了 对 因为他们要甩掉 因为天平座会觉得 自己要甩脱某种孩子气 要走成熟一点的路线 有没有 有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名 第二名呢 巨蟹座的义粉 好漂亮 也会花钱 还有 好准 要过 过期了 你又要再买了 对 真的 是 所以我觉得巨蟹是隐形的 一辈子都会花钱在精品上的 好 再看财力 那接下来的三个 我个人认为 你们一生都会破财在精品吧 一生 好沉重 对 来 第二名 潘阳上先生如果落到摩羯的同学 摩羯绝对是精品 对 他们本来就爱找各种 而且眼光很精准 是 他们永远至少会很爱经典款 那你知道经典款一定是所费不至 对 对 会掉价 对 或者是限量 欣梅姐 你火星在摩羯 你也有这个特质 好 我知道 对 所以买了松鼠 好 第一名这两个星座 你真的要很会赚钱 不然你就要嫁得好 好不好 一个就是思江 潘仔王 恭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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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是 她是 潘仔王 后来跟我出钱还没有第一名 真的好酷 狮子兼具了很多盘子王所需要的东西 真的是盘子王 真的 我没有耳根子软 对 又爱面子 对 真的 然后眼光同时好跟不好都兼具 对 所以她好的地方也要买 不好的 她开心 她也买 所以其实狮子座是真的 非常有个人风格的一个星座 为了支持她的个人风格 为了支持她的面子跟尊严 你真的要很会赚钱才行 好不好 好励志 对 其实很励志 第二个星座 那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通通都被新美姐连累了 那就是天蝎 一样的天蝎 而且天蝎也某种程度有完美主义倾向 有 我承认 对 真的 而且现在有欲很强 这是最糟糕的 对 现在有欲这件事情 包包放在那里 一旦天蝎兴起了一种 这是我的 她会想尽办法得到它 对 那当然未来三个月 有没有什么让天蝎觉得需要花钱呢 我觉得有 因为最近天蝎压力很大 光这一点就足以让天蝎觉得我该买 该买 好准